1993年 20岁的谭某和其同伙在贵州同仁持枪抢劫 并在伤人后畏罪潜逃 然而法网会会说而不漏 在人间蒸发了29年后 近日谭某在宁波镇海落网 1月10号下午 谭某在宁波镇海装饰的一家理发店 被警方成功抓获 1993年 谭某在案发后仿佛人间蒸发般不见了踪影 但警方一直没有放弃追踪 2021年12月16日 震海警方在日常排查时 发现了一名刑际可疑人员 徐某 民警立即对其住所进行突击检查 但狡猾的徐某在民警到来之前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在排查工作中 发现这么一名可疑人员 然后核实身份 发现与身份不符 然后问他这个关系人 也发现这个身份都对不起来 有种多的可疑点 民警立即对徐某开展信息筛查 通过数据比对 民警最终发现 徐某的样貌年龄 与潜逃29年的谭某 十分相似 只是名字不同 通过那边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 一系列工作之后 确认该男子就是这个 当年贵州上网的这名 持枪产件逃犯 民警确认 徐某就是漂白了身份的逃犯谭某 并发现谭某逃离出租屋后 一直生活在一所废弃建筑内 1月10号下午 谭某偷偷从废弃建筑溜出 进入装饰的一家理发店内 时机成熟 民警立即在理发店外进行布控 对谭某实施抓捕 经审讯 谭某对29年前 持枪抢劫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目前谭某被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等待贵州警方积押归案 记者段盈盈 编辑报道